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剧情拼奖以及最佳导演奖 成为了首位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亚裔女性 她的继母中国演员宋丹丹也发文祝贺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文赞扬这位中国导演 环球时报更是称她是中国的骄傲 中国社交媒体上一片庆贺 说赵婷中国第一位金球奖最佳女导演的话题 在微博上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400万 无一之地讲述的是美国流浪者中下阶层的生活 赵婷说佟李希是她用电影说故事的秘诀 她还用中文录制视频高兴的预告电影 将在4月23号的时候在中国上映 她说这部电影汇集了很多人的热情努力人生故事 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 你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 不过这场吹捧中国导演赵婷的狂欢 不到几天画风很快就变了 3月5号的时候 网民发现在中国电影网站都办上 无一之地的中文的海报突然被撤下 中国地区上映的日期也消失 记者在5号的时候发现 微博关键字话题 无一之地定档搜索显示没结果 仅仅出现了根据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话题页面位于显示 这通常是中国社交媒体 针对敏感话题限流的做法 外界猜测这与赵婷过往的辱华言论 被翻出来有关联 赵婷2013年在美国电影杂志 电影制作人上曾经说 我在中国长大 那是个遍地谎言的国家 我感觉好像永远走不出去 有很多我在小时候吸取的资讯 最后发现都是假的 从此养成了我叛逆的性格 这段访问的原话 目前已经被电影制作人删除 媒体查询原因 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应 除了赵婷过往的言论 他的国际问题也成为了 中国网民攻击争论的焦点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郝健说 赵婷是一位天才性的导演 他夸赞这部电影的成功 但是提到目前无一之地 是否在中国下架的消息还没有确认 但是中国的电影人都在关注此事 在北京一家大型影视集团担任制片 因为安全原因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先生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无一之地电影 中国的发行商定位的是 这么一个北京出生的中国姑娘 到美国拍了一部揭发 外国人中下阶层挣扎的电影 得了大奖为国争光 现在那些赵婷批评中国 充满谎言的言论一出来 人设都崩塌了 自我矛盾倒好 被冠上了冒犯上变 哪家公司敢冒这个险呢 当然赶快的进行危机管理 赵婷1982年出生于北京 中学时代赴英国伦敦入读技术学校 之后赴美国 先后取得政治学学士 和纽约电影大学学士学位 他的父亲是北京首钢公司的 前总经理赵玉吉 母亲是中国著名演员宋丹丹 赵婷争议四起之后 微博上掀起了一阵 充满民族主义的踏伐声 名为古社区的微博账号写道 首钢高管的女儿跟宋丹丹再婚 照理说 这种夫妻很大程度上 受益于中国 受益于体制 应该养出一个亲厚国家的孩子 结果却养出了一个自由派奋青 年纪轻轻就跑到国外 还转头喷自己的国家 前一天还未跟赵婷血脉相通 与有荣烟的中国网民 一期之间变联改骂赵婷市 卖国女导演辱华分子 填外国的阴阳人 并扬言要抵制电影 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 胡平看来 这场近似乎文革式的批斗 反映了中国社会全面性的倒退 他说这个片子本身没有什么政治性 中共现在是虚弱到什么程度 敏感到什么程度 连这么多年前讲的一句话 都要翻出来计较 这反映了当今习近平当局脆弱的程度 一位名为多奇作义的网友 在5号的晚上 在热搜被下架的微博流了一段话 他说 我甚至都不知道赵婷说了些什么 但这里的所作所为 都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美欧暂停关税战 集中火力解决中国 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 说欧盟和美国星期五 也就是3月5号的时候 同意把因飞机补贴争端 而失事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进口关税 暂停四个月 并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 解决这个持续了16年的争端 双方表示 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聚焦中国 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星期五通话时 同意暂停关税 双方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 四个月的暂停将涵盖美国 对75亿美元欧盟进口产品征收的全部关税 以及欧盟对40亿美元美国产品征收的全部关税 声明说 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的关键内容 将包括关于未来在该行业提供真实的约束 以及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的新加入者 扭曲贸易的做法和构成的挑战 美国与欧盟因在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和波音的补贴问题上的争端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长期的诉讼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政府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 对欧盟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在美国拒绝接受欧盟提出来的 不要征收这些关税的请求之后 欧盟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也对价值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白宫说拜登总统和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星期五的时候通话时 两位领导人同意暂停这些关税 提到双方的共同价值观 以及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白宫的声明当中说 拜登强调了他对欧盟的支持 以及他修复和振兴美欧伙伴关系的承诺 这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就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协调 包括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地区 冯德兰表示说 该协议对大西洋两岸的商业和工业来说 是一个极好的消息 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合作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 多姆布罗夫斯基斯 对欧盟与他最大经济上最重要的伙伴关系的重启 表示欢迎 美国的关税涵盖了欧盟的飞机和飞机零部件 来自法国和德国的葡萄酒和果酱 西班牙的橄榄 德国的咖啡、螺丝刀和其他工具 以及来自欧盟各地的蒸馏酒、奶酪和猪肉 欧盟对美国征收的关税 包括美国的飞机和零部件 以及烟草、坚果、红薯、拉姆酒、福特加、健身器材、堵桌、拖拉机 以及被称为铲斗装载机的建筑用机械 美国防长致信全军说 优先考虑中国的挑战 来自法国的信息说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3月4号的事后 向五角大楼的全体雇员发表了备忘录 并且介绍了拜登政府领导下的国防部 接下来的三大优先工作重点 其包括保卫国家 照顾我们的人民和通过团队合作取得成功 奥斯汀写道 作为国防部长 我致力于确保国防部发展正确的人员 优先事项和任务目的 以继续保护我们的国家 免受国内外敌人的侵害 这将需要我们调整 我们的优先事项和能力 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动态的威胁环境 我们将这样做的方式 是基于一个清醒的评估 我们的战略需求 并且认识到建立和维持 一个强大的劳动力和团结 在我们的部门 整个国家和我们的盟友 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 他提到三个优先事项 保卫国家 照顾我们的人民 和通过团队合作取得成功 这些将指导我们的努力 就保卫国家奥斯汀称 击败新冠疫情 他说 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大 最近的挑战 就是新冠疫情的威胁 国防部将继续的采取 大胆而迅速的行动 支持联邦政府战胜该疾病的努力 保卫部队不受其影响 并与我们的国内和国际伙伴进行合作 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未来潜在的新型的致命病毒的侵害 我们将继续为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工作提供直接的支持 并且鼓励军事人员参与疫苗的接种 以保持准备和能力 继续在国内保护我们的国家 这两项挑战都要求我们积极努力 向人们宣传和教育 现有疫苗和保护措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奥斯汀表示说 将中国作为优先考虑的挑战 他说 国防部将优先的考虑 把中国作为我们头好的挑战 并且发展正确的作战概念 能力和计划 以加强威慑力和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 我们将确保我们的对华方针 在整个团队当中得到协调和同步 以推进我们的优先事项 在政府整体战略当中纳入国内和外交政策 通过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得到加强 并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 奥斯汀继续指出 应对先进和持续的威胁 即使在我们应对中国加速竞争的同时 我们也将确保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应对并有效的遏制来自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的国家威胁 并瓦解来自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的跨国 和非国家行为的威胁 例如那些在中东 非洲 南亚和中亚活动的组织 我们将寻求在必要的时候 加强费用 同时利用我们所有的工具 来降低与对手升级的威胁 并且应对低于武装冲突水平的挑战 我们将继续地保持对先进威胁的可信威慑力 并且将以透明和有原则的方式 调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驻军规模 奥斯汀谈到国防部的创新和现代化 他说国防部将以与动态威胁形态 相匹配的速度和规模来进行创新 他说这将要求我们的联合作战概念的进步 并且致力于快速实验和能力的部署 他说必要时我们将剥离 不再满足我们安全需求的遗留系统和项目 同时为未来进行明智的投资 反过来我们将提高部队的效率 保证在有争议的复杂作战环境当中的行动自由 就照顾我们的人民事宜 奥斯汀指出 发展我们的人才作为一个部门 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员 由于我们的军职和文职人员 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战斗力量 我对我们应对今天和明天安全挑战的能力 从来没有如此的自信 他说为了保持这一优势 我们将在国防部创造增长和发展的机会 投资于培训和教育 并且创造新的晋升机会 以推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文职和军事人员的晋升和保留 他说我们将集中力量培养员工队伍的各种技能和能力 奥斯汀说建立复原力和战备状态 他说当我们充分的接受不同的背景经验和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保持和加强部队的备战状态 发展保护美国所需的能力 在谈到最后的通过团队合作获得成功一项时 奥斯汀指出 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联手 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是力量的倍增弃 是我们保护国家的最大战略资产之一 他说当我们面对跨越国境的复杂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如何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密切的合作 以确保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促进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他说我们无法单独履行我们的责任 也不应该去尝试 相反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协商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共同的行动 在一个国家可能缺乏独立能力的地方 其他的国家将填补这个空白 使我们作为一个团队 比我们个别部分的总和更加的强大 奥斯汀说在国防部内建立团结 他说为了保证国防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联合战斗力量 我们将继续在各部门 各司令部 各军种和各战区之间建立统一的努力和任务 我们将确保有意义的军民合作 保证我们的政策和任务当中民事和军事投入的适当平衡 我们将在国防部最高层展示团队精神 并且期望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协同工作将确保在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国家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功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